大家好,我是黑盒 今天我們就來開這個Fink Acoustic 的耳機 我給大家看看後面 這裡有一個說明書 還有這個耳機的套 事不宜遲,先清掉所有東西 嘩,很高級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造工方面做得很好 這裡有一個拉斯文功能 有一個拉斯文,就像右邊一樣 有一個High Speed M5 還有它是用上這個膠的套著 去做一個耳機的造型出來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是透明的 我們可以很完整地看到裡面 那個情況是發生什麼事的 我給大家看看左邊 是一樣的 另外就有一個音量鍵 不知道是不是音量鍵 或者是Play Pause Pattern 另外就是3.5耳機 基本功能 你看到它的材質其實是做得很好 因為它那個跳得很好 但我本身呢 我不是什麼耳機達人 我是 純粹開箱 我對於耳機是 差不多什麼都不知道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造型 外觀方面 是 有些什麼疑問 不妨在下面留言 因為我都很有興趣知道 你們怎麼看這個耳機 還有 值不值 因為它是八百多塊台幣 我就 嘗試過 戴一兩次 它的音質是清晰 還有它都有Base 我會給 五分給四分 整體來說 整個的耳機質素 還有它連著這個皮的套 是非常之好的 雖然它沒有這個象徵著任何的Logo 有些可惜 因為它這個時候可以擺一個專屬Logo 另外 它那個箱的設計 我是覺得 我真的要給它讚它 因為它那個開箱體驗 真的 另一個層次 可以說 還有它 都很有 所有那些 資訊都寫得很清楚 那我 都是覺得 它整個的 開箱 experience 都是非常之好 那大家如果對於這條片 有什麼疑問 或者有什麼 看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 很快下條片 會繼續 一些開箱介紹 或者 航拍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給我一個like 如果大家 想繼續follow的話 最新資訊 which is advice 免費的toto 就歡迎subscribe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Peace